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造成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 近年来发生的新兴传染性疾病 汉塔病毒、利百病毒、SARS等病源 几乎都是由野生动物传播给人类的传染病 这一切都是人类不尊重自然环境、公共卫生所引发的 人类不断开垦森林消耗自然资源 让未知病源跑出来 为了发展经济入侵了大自然 拼命破坏动植物西地、吃野生动物 也增加了人类和不同物种接触的机会 除此之外 人类大规模发展工业 造成水源、空气及土壤污染等问题 人们的活动改变了环境、气候与土地 日积月累 使得地球与居住其中的人们 遭遇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自大的人们赶快醒醒吧 珍贵物种都因为人类的开发而受到严重影响 我们应该开始注重生态保育 维持生物多样性 避免任何物种再受到人为开发的威胁 减少工厂与家庭废水 让水资源变洁净 减少接触野生动物 不喂食、不带回家养 尊重他们的生活环境 包含尽力维护原始基地 或在开发之余建造人工基地等 以及发展田园城市等做法 人类落实公共卫生 动植物维持多样性 与野共生的环境 才能让病毒没有入侵的机会 未来就看我们怎么做了 让我们一起为公共卫生 及地球永续而努力